本集由蔥仔越南包特約贊助播出 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今集又是要幫左腰仔 即是右老人發聲 眾常周知我的數學真的不太好 經常都有一些荒謬的言論出來 例如說自己要做十萬集節目 但有朋友幫我屈指一算 做十萬集節目當你一天做夠三集都要做一百年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的數學不太好都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其實在我小學時我已經發現了自己這件事 所以去到中學時我乾脆放棄了左腰 既然他都不太好我專攻右腰 於是我就開始廢了右手 甚麼都改用左手 由一個天生的右手人變成了一個偽裝的左腰仔 用多了右腰之後我發現 右腰真的比較適合我 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 就是我變成了一個全腦思維的人 也就是左右兩個腰都用多了 都合作多了 而現在我節目中的語言風格很典型 就是左右腰合作的產物 左腰負責語言 右腰負責天馬行空 兩樣東西合在一起就會變成我 你這個人就會跳脫得來又有些邏輯 癡線得來又有些原則 賺了自己一輪之後 正式講今集的內容 今集要講的一本書叫做 A whole new mind Why right brains will rule the future 全新思維 決戰未來的六大能力 作者是Daniel Pink 他是紐約時報第一名暢銷書作家 他寫過七本書 而他的最新著作就是 《後悔的力量》 回顧過去如何推動我們前進 他的書在全世界 已經賣了幾百萬本 今天這本書已經是一本舊作 因為寫作的年份是2006年 但18年過去了 這本書中所講的內容 你用回今日我們發生的事 用回我們今日的目光去看 他依然是相當具有前瞻性 所以今集我就會跟大家去講一下 究竟決勝未來的六大能力是什麼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 又應該怎樣去操作自己 幫自己做準備 Daniel Pink 1964年出生 他出生是一個美國的中產家庭 他說回望回美國的歷史 他見到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在轉變 而且這個速度越來越快 在他出生之前 也就是他爸爸媽媽的時代 美國經濟發展主要的動力 是大規模的製造 所以對做一些重複性的 勞動力的需求就激增了 很多美國的男生在中學畢業之後 就可以去工廠找工作 然後就可以過一些穩定安逸的生活 細生中產 但這個情況 在他出生之後 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有些常規的體力工作 轉移到成本更加低的亞洲國家 亦有些工作由機器取代了人力 所以到了Daniel中學畢業的時候 去工廠找份穩定的工作的 這條人生道路 已經再也行不通了 有一條新的道路就在慢慢形成 這條新興的道路就是我們現在都看到的那條路 就是拿好的成績 考好的大學 再找一份適應到現在新興的經濟格局的好功 例如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高度服務型的社會 其實這裡所說的服務業其實是廣義的服務業 例如說 付一些大公司和有錢可以服務的 會計師 律師 工程師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專業人士 我們整個經濟格局就由體力勞動變成努力勞動 所以中學畢業之後他就繼續升學 最後拿了法學博士學位 按道理他應該已經是一個人生贏家 但在2000年之後他開始發現 這個世界的規則又開始慢慢轉了方向 就好像他幼年的時候發生的那次 今時今日成為一個工程師 會計師 律師 都仍是很好的 但是他已經不再是穩定生活的不義之旋 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六七十年代的勞動力可以被亞洲的國家去外包 而來到今時今日那些亞洲國家都已經上來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就變成了 努力勞動都外包了給那些亞洲國家 在亞洲也培養了一大堆擅長左腦思考的人 而關鍵的問題就是 請他們的成本遠遠要比在美國那裡請更加之低 這個現象和七十年代勞動力轉移其實是邏輯一樣 Daniel 形容上一代的人是藍領焦慮 因為機器取代了人力 而二十一世紀就軟件取代了我們的大腦 變成了白領焦慮 當然在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A.I.就是個嬰兒子 但你看看現在的A.I.技術 我們不要想像不到十年之後的世界是怎樣 可能就連夏年的世界變成怎樣 我們都未必能夠很正確地作出判斷 Daniel 說雖然傳統的左腦技能 依然重要 但有越來越多的左腦人 在亞洲掘起了 未來很多左腦型的工作都會被A.I.取代 所以在未來無多遠的這個時代 我們所需要的是另一套截然不同 以及更加重要的能力 即是右腦技能 所謂的右腦技能就是指 藝術感、共情感、創意和全局思維的能力 我們現在的一代人在經歷著 由左腦的世界轉移到右腦世界的時候 Daniel 所說的一種右腦能力 就是指電腦不能夠替代的能力 分別是一個人的設計感、故事力、交響力、共情力、娛樂感和意義感 你試想想當A.I.取代所有的左腦型人 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原寫一些左腦型的工作 甚至比人做得更加好 那些有獨特能力的人就會馬上變成稀有物種 這個過程就好像大家都喜歡整容 整得個個樣都差不多 但現在都出現審美疲勞 所以反而以前覺得他不太漂亮 樣子有些沒那麼大眾的人就會脫穎而出 變成新一代的美女 你以前的一些不顯眼的個人特質 在新的時代入面 可能會變成你的智性關鍵 Daniel 說在不久的將來 知識不再是力量 擁有高智商不如擁有高情商 擁有大量的信息都不及你擁有大量的概念 高感性和高概念已經由我們以前生活的邊緣 走到我們生活中心 在未來的一個概念時代 我們除了要繼續保持我們左腦的思維方式 還要掌握六大又老的能力 如果你是做產品設計的 一個產品不單止要實用 還要有設計感 第二 在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不單止要講Data 還要懂得講故事 第三 不單止要有專業能力 亦都要有交響力 所謂的交響力 就是我們好像交響樂一樣 你作為一個指揮家 你要將所有不同的樂器 都整合在一起聽你指揮 亦即是你需要一種整合的能力 第四 不單止要有邏輯力 還要有共情力 第五 不單止要嚴肅 還要有娛樂感 幽默感 第六 不單止要追求財富 還要追求意義感 以上所講到的設計感 故事力 交響力 共情力 娛樂感和意義感 這六大能力 將會引領我們未來的生活 重塑我們現在的世界 在你左腦的能力不退化的同時 如果你可以擁有這六大能力 可能你就會成為未來的新貴 我不長篇大論地跟大家說 你學會設計究竟有甚麼好處 我直接說 我們怎樣可以激發我們的設計靈感 如何培養一種技能 Daniel 建議你 將你的設計的創意或想法 雜低它 無論是甚麼都可以 將你見到的好的設計 影低它 寫低它 抄低它 畫低它 將你見到的有缺陷設計 亦都記錄下來 慢慢你就會對我們四周圍的環境 各種不合理的地方 各種圖案 室內設計 美感 都會越來越敏感 同一時間 我們亦都會慢慢體會到 究竟設計是怎樣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在乘飛機的時候 不同的航空公司 人的服裝 還有你拿到的器皿 餐具 你買到的咖啡杯 蛋糕盒 甚至乎是去急性室 你都會見到 不同的地方 是會有不同的Style 將你覺得它不合理的地方 和好的地方 都記下它 有空想想 如果是你去設計的話 你會怎樣去改善呢 我們可以選一兩樣 我們覺得最討人憎 最令到我們心煩意亂的家居用品 在你空閒的時候 喝一杯咖啡的時候 不要去看手機 不要去看報紙 拿一張筆 拿一張紙出來 想去思考一下 究竟可以怎樣去改善設計 令到它可以更加實用 令到它更加令到你 賞心悅目 然後將你的想法 畫出來 整出來 post出來 甚至乎寄給廠家 慢慢你就會發現 你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業餘的設計師 有時間的時候 亦都可以去看一些設計雜誌 可以令到我們大開眼界 Daniel 建議我們有空可以去別人家 或者將一些看樓團 看看別人的設計理念是怎樣的 而且我們要好像一個偵探 帶著為何去做這件事 為何它會這樣設計 為何它會將這件事放在這裏 為何它會用這顏色的配搭 為何它會用這種質感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學到大量知識 我們千萬不要論識自己的疑問 如果旁邊有一些設計師 你不妨跟他聊聊天 問一下他的設計理念 如果沒有 其實在很多小冊子上 他們都會介紹 這個地方 他究竟為何要這樣設計 用甚麼風格 而如果實在沒有人告訴他 你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你就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 學到一些你以前不懂的知識 而另一方面 除了去看樓之外 你也可以去看看一些博物館 尤其是在一些跟藝術有關的博物館 工業設計又可以 平面設計又可以 室內設計又可以 建築設計又可以 服裝設計都可以 盡可能豐富地去吸收大量和設計有關的知識 Daniel在這本書中提到的另一本書 叫做非設計師用設計手冊 書中講了四個平面設計的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對比 如果有一大堆不同的元素在一起 例如不同類型的東西 不同顏色的東西 不同大小 不同粗幼 不同形狀 不同空間 要一起設計 那就要幫他們製造更加大的差別 第二 重複 重複的視角元素 能夠增強不同布局結構的協調性 第三 校準 在設計圖上任何元素都不是隨意添加的 每個元素都要和其他元素有一定視角的相關性 第四個原則 輪近原則 雙輪的元素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當你設計東西的時候 如果運用了這四個原則 看起來畫面就會比較協調 亦會令人更加賞心悅目 除了用正眼去感受這些設計之外 還要用心 用情感 去感受這些設計 當你見到一個設計師所做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你問一下自己 啊 我想到些甚麼呢 是想到自己過往的經歷 使用的方法 還是製造他的人呢 這一件物件是怎樣影響到我們的悟感的呢 究竟是哪一部分觸發了我們的情感呢 設計師究竟是怎樣將一件物品引發出來的感受 和你的看法聯繫起來的呢 我們有意識地去培養自己的這種觸覺 在這個過程中 你慢慢就會變成一個 都頗有趣的人 OK 我們說第二個能力 故事力 說故事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人類 天生是不能夠好好地去理解邏輯的 但是 他就能夠好好地去理解故事 這個時候 我又要抽一下一些宗教水了 但凡一些傳播力極高的宗教 他們都會跟你說故事 而不是跟你說道理 為什麼他們讀中史會睡醒 但入戲院看戲、看劇集、聽故事 就會突然之間對歷史事件很感興趣 也是這樣的原因 故事的本質其實就是 情感化的情境 在未有網絡出現之前 我們以前絕大部分的資訊和知識 都是放在圖書館裏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其實是很麻煩的 但在今時今日 只要你懂得上網 你就可以輕而易舉地 學到各種各樣的知識 甚至技能 好像我這些 從來都是十字不沾陽春水的人 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學會煮食 所以現在 獲取資訊和知識的成本 變得越來越低 甚至簡直是免費的 好像我現在這個頻道 我真是直言不諱地跟大家說 我其實真的在河邊賣水 我唯一做的事就是 拿個瓶裝起它 拿個瓶裝起它的動作 就是講故事的能力 大家不妨去想一下 我現在做的這件事 它的編制成本 是無限接近於零的 我又不是經常講的新書 我只不過跟大家分享一些舊書 可能都甚至乎已經沒有人再看的書 經過把口加鹽加醋 貼個label在這裡 然後拿個瓶裝著它 那就賣給你了 然後它就能夠源源不斷地 去創造價值出來 會有廣告費 會產生金幣 去哪裏找呀 這麼笨的工 簡直就是無本生利 這件事 就算我不提及現在講書一個channel 我講歷史那邊 歷史也是 故事而已 講故事而已 大佬 你有什麼成本呀? 你上網看了一段歷史 做一些資料搜集之後 用你的語言說出來 令它變得有趣 你就憑空創造了一件 商品出來了 我除了我自己的時間之外 有什麼成本呢? 其實你看看 這個商業模式 並不是現在的人才這樣做 其實報紙和新聞才是原早的 它只不過是將一些 客觀事實發生的事情 用故事的形式包裝起來 然後告訴你 然後它就會有廣告費 它就賺到錢了 一個白白臨老入花叢的故事 東章報一報 馬上就變成全城熱話 不看東章的人都會看東章 也都成為了整個亞洲的花生 你想想 雍正正連佛門警訊都不拍 都忍不住要出封律師信 警告世人 你看看 故事有多有影響力 故事是可以令到我們 跟世界連接在一起 一個人在吸收資訊的時候 他更加注重的是故事的情節 以及各種感性的內容 他會比單純的信息輸出 更加吸引人 我舉個例 我介紹一個人 然後我用兩個不同的版本 去介紹 你看看哪一個版本 你會更加印象深刻 許紹鴻 1948年11月4日出生 今年75歲 1970年 報名參加商業電台廣播劇 天才聽眾廣播劇 因為經常駕鞭士回商業電台 所以當時就被人改了個花名 叫做鞭士鴻 1971年 他參加了第一期 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同班同學有 金國亮蘇肯船 畢業之後加入了無線電視 之後曾經在歡樂今宵那裏演出 1974年 轉頭麗的電視工作 1975年 又以非正式藝員的身份 返回無線那裏拍劇集 76年又繼續去麗的電視工作 78年正式返回無線 他曾經參與多部電視劇 和電影的演出 2012年 在萬千式徽班獎典禮2012 獲班結出演員大獎 2013年 憑借《賣姓Lady》入面 香善男一角 獲班最佳男配角 2014年 更加憑借使徒行者尋歡喜一角 獲班最受歡迎電視藍角色 2018年2月 與無線電視結束合約 這是第一個版本 我再說說第二個版本 許紹雄 人稱Benz雄 他的祖先許拜廷 是廣州的四大鹽商之首 他太公許應葵在清朝官居一品 做過敏捷總督 是慈禧太后的契仔 亦被慈禧太后特許 可以在皇宮中騎馬 而他的姑婆 就是老順的夫人許廣平 他宿公許崇智 是孫中山的心腹之一 亦是國民黨的元老 有份創立皇報軍校 另一個宿公許崇晴 曾經做過廣州市教育局局長 所以家族榮耀的繼承者 不是羅子逸 不是蛇絲曼 不是陳瑩 梁正琦 亦不是林峰 而是許紹雄 你記住他吧 這就是講故事的力量 在這個概念的時代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故事的影響力 我們不單要做懂得講故事的人 還要做懂得講故事的管理者 無論你講故事的目的是什麼 打動對方的關鍵是故事 如果你說故事的對象是你的客戶 故事力就意味著金錢力 我們又如何提升故事的能力呢 這本書有作者Daniel給了幾個建議 第一 學下寫迷理小說 所謂的迷理小說 就是100次左右的小說 不需要多 但你真的要像小說一樣去對待它 要有開頭 有中段 也要有結尾 第二個方法就是記錄下別人的故事 我們可以用錄音筆或電話 去訪問身邊的親戚朋友 例如你如何認識你的伴侶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怎樣的 你的第一次在外面過夜是何時 你在讀書時覺得最糟糕的老師是誰 生命中最開心的一日是哪一日 最傷心又是哪一日 最得人害怕又是哪一日 你做過最正確的決定是甚麼 這個練習不單可以幫你鍛鍊到你說故事的能力 亦能夠增進你跟身邊的人的關係 每個人都想成為生命之中的主角 所以當你叫他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就是對對方最大的認同 甚至乎是最大的讚美 下一個貼士作者建議我們 以一句說話作為開篇句 即興地編寫一個故事 我們可以隨便拿一本書 拿一本雜誌 然後拿一支筆在一句你認為得意的說話裏面 畫一條線 然後以這句說話作為開頭 去寫一個短篇的故事 如果你有些同事在 你亦都可以跟同事一起玩 將一些句子印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箱子裡或在帽子裡 然後讓同事去抽 抽中一句說話 以這句說話作為第一句去說一個故事 這些練習可以有效鍛鍊到我們的幼腦 令到我們更加有創造力 更加懂得作故事 我發現現在我女兒每晚叫我 即興作故事 都真的在幫我做這件事 同一時間我們亦都可以用相片 或一些構圖 激發我們創作故事的靈感 亦是鍛鍊我們看圖說話的能力 我們可以在雜誌上 或隨便翻開一本書 看到一張相片 然後在沒有文字描述的情況下 逼自己去說出背後的故事 亦都不一定要用相片的 你可以拿著一個物件 或者在博物館裡面 看著一個物件 幫這個物件去編造一個故事 甚至乎我們亦都可以在一些公共場所 Shopping Mall 機場 戲院 體育場 看看四周圍 然後問一下自己 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 他們背後有些什麼故事 他們會叫什麼名字 如果有幾個人在一起 他們會不會是同事 還是情人 是兄弟姊妹 還是仇敵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他們接下來會去哪裡 你也可以跟你身邊的朋友 一起去猜一下 你們看著的那個人 那幫人 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然後看看誰看到的細節更多 跟著相互分享 亦都可以激發到你的創意和想像力 因為就算對同一個信息 不同的人都會根據他自身的生活經歷 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 這些小遊戲可以幫助我們 去挑戰假設 突破常規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在搭車 搭巴士等車的過程中 增添一些樂趣 OK 我們繼續說第三的能力 交響力 所謂的交響力 就像一個指揮家一樣 整合不同的資訊 整合的能力 有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就是發明第一個車輪的人 是一個傻子 而發明其他三個車輪的人 就是第一個天才 在現在的時代 精通某一個領域 已經不再是成功的保證 能夠取得最大回報的人 都是那些在截然不同的領域裡面 亦都能夠猶孕有餘的人 所謂的交響力 是指一種綜合的能力 是能夠將一些獨立的要素 組合在一起的能力 它並不是單純指你的分析能力 因為分析能力其實屬於左腦的能力 而交響力就是在分析的過程裡面 發現到一些看似無關的領域之間 它們聯繫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全局 你可以看到它更加大的模式 而不是只局限於解決某一個具體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學會這種能力呢 首先是因為很多知識工作者曾經從事的 一些常規性的分析工作現在已經自動化了 第二有大量的常規工作 已經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 第三在這個信息超載物質豐富的世界裡面 就算普通的職員在個人生活裡面 也都越來越需要有這種交響力 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不再像以前的工廠一樣 一板一眼地做了 而是一些綜合性的工作 而在未來的AI時代這個趨勢只會越來越快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鍛鍊我們的交響力呢 作者說繪畫是提升交響力的最佳方式 首先畫畫並沒有你想像之中那麼簡單 在畫畫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左腦會徹底地放鬆 甚至乎是靜止 我們的感官會更加敏銳 例如對空間、光線、陰暗面、角度、比例、距離 明暗、顏色都需要很敏銳的認知 而可以畫好一幅畫 我們除了要在大腦裡面整合上述的因素之外 還要令到自己的手 可以將腦裡面所呈現出來的畫面 所見到的畫面完整地表達出來 所以畫畫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能 畫畫好的人一般都不會蠢的 在這個時代能夠有更好的機會發展的人有三類人 第一是跨領域的人 第二是發明家 第三是善於作出比喻的人 很多工程學上的僵局根本不是由工程師打破 而是由一些行外人打破 因為思考問題的角度遠遠比智商更加重要 有突破性想法的人一般都會具備比較跳脫的思維 而那些擁有廣闊的背景、多學科思維 和豐富的個人經驗的人就會具備這樣的能力 那些精通多個學科的人 他們不會接受非此即彼的選擇 他們總是會想辦法給多幾個選擇 和用多幾個不同的角度去解決問題 而同一時間他們亦可能會擁有不同的身份 所以他們的生活亦會活得更加豐富多彩 發明家亦是類似的 很多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物件 就是由一些不同的東西合併在一起的東西 最簡單就如同我們的電話 他現在還不是純粹是一部電話 他更加像是我們日常的娛樂工具 在現在這個時代有什麼是電話解決不了 他竟然連付錢都可以做 而第三種人就是善於比喻的人 很多人認為比喻只有私人才會做的裝飾 但實際上比喻才是理性核心 因為人類的思維過程都是比喻式 比喻被認知科學家稱為富有想像力的理性 比喻和人類的智商一樣重要 因為你不會看到動物懂得比喻 懂得運用比喻會令到一個人更加容易理解 一些錯綜複雜的事件 以及我們這個看似無罪的世界 例如當你試圖理解原子分子的運動規律的時候 你可能馬上就會想到地球都是圍著太陽轉 月亮又圍著太陽轉 這次分子原子電子的 如果你能夠經常用一些簡單淺顯的比喻 去描述一些複雜的事情 其實你已經具備了一種很厲害的超能力 因為你能夠通過比喻 做一件原先要是博士才能聽得懂的東西 講清楚給一個小朋友聽 這種能力實質上也是一種綜合的能力 也是交響力 那怎樣去培養和激化我們的交響力呢 第一個方法當然就是聽多些交響樂 我記得在雷雷剛出生的時候 我不知道看過哪本書 她說聽多些classical music 聽多些交響樂 跟著小朋友是會特別聰明的 所以在我太太剛有了BB 我們就開始經常聽莫澤德的音樂 雖然有很多人後來跳出來反對 這件事根本沒有科學根據 但至少對成年人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提示就是多些去逛逛一些書攤 去買幾本你從來都沒有想著會看的書 或者就算不買都揭開來看看 不需要看完每一頁 大致上了解一下她說什麼就行了 第三個提示就是多些學一下畫畫 試試逼自己用五條線條去畫一幅字畫像 第四個提示就是多些去引用比喻 我們可以拿一本屁股 將一些新奇的比喻記下它 在遇到一些複雜的事情 我們試試用一些簡單的言語 用比喻的方式將它描述出來 第五個提示就是多些去使用手塑引擎 去提煉關鍵事 令到自己找到的東西越來越精確 我之前不知有哪本書跟大家說過 可以起到人底或找到一些人找不到的資訊的人 他們絕對都是提煉關鍵字的高手 因為他們很懂得使用手塑引擎 你真的不要看少那些懂得起底的人 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在一些事件中提煉到一些 你根本想不到的關鍵字 然後通過這些關鍵字就可以找到他想要的資訊 這種能力絕對不是簡單的能力 它同樣也是一種很厲害的交響力 除此之外作者也建議你多些去做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處理問題上想多幾個不同的方法 還有有時間的話就將你的靈感記錄下它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到我們鍛鍊我們的交響力 好了下一個能力就是共情力 這部分的內容其實我們在講共情的力量的書裡面 已經講得很詳細了 我就簡單配合一兩點跟大家講就算了 共情不是同情而是產生共鳴 在現在即將要來到的AI時代 智商可能已經不再具備競爭力了 所以智商比智商更加重要 如果你作為一個管理者領導者 你想公司的業績好 想你的公司更加穩定 靠的不再只是局限於你的智商 而是你和你公司的那幫同事的關係 是你對他們的影響力 具備共情能力的人某程度上 他就會成為精神領袖 人是有感情的 而且他的感情是會影響到你的感受 而練習這種共情力的一個貼士就是 首先我們要覺察自我 然後你才能夠感知他人 這種這樣的能力 就算AI的發展得多厲害也好 你要他一下子進化到 能夠處理情感的能力其實是很難的 雖然現在的AI在說話的時候 已經可以帶有不同的情感 語氣是多變的 但來真正去到共情 理解你安慰你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所以在AI沒做到這件事之前 共情的能力對你脫穎而出 還是很有幫助 不過作者提醒我們 共情的能力可以提高 但是沒有辦法被偽裝 人是很敏感的動物 如果很多東西你不是出自真心 很快就會被人揭穿 因為如果你不具備共情的能力 你經常都要假裝自己好像一樣 時間一長 人家其實還是會感覺到 而當一個人看到虛假的笑容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不會覺得開心 反而會覺得十分之憤怒 第五個能力 娛樂感 一個人懂得玩 以前是會受到我們唾棄的 但現在事實證明 喜歡玩遊戲的人 亦都可以跟高智商的一樣 能夠高效地行事 娛樂感已經成為工作 企業和個人幸福的重要因素 娛樂感主要是體驗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遊戲 第二是幽默 第三是由笑所引出來的快樂 遊戲那一部分 我們之前在說遊戲可以改變教育 那本書裡面已經說過 而且遊戲行業 已經成為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大行業 亦都請了很多具有全新思維的新型工作者 由以前我們批評的換物喪志 變成現在的職業選手 就算不做電競選手 亦都可以通過直播去陪大家打遊戲機 甚至乎有些人一路打遊戲機 一路教人歷史 就像我一直都看的一個歷史頻道 它最開始的時候都是打遊戲機 但打下打下就開始講講三國的歷史 慢慢將它做成影片 誰知觀眾又喜歡 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歷史頻道 你會發現在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在以前沒有可能的東西都會變成可能 很多以前你想都不敢想的東西 現在都已經變成現實了 其實遊戲本身是一種學習的工具 我們看到一些大自然的動物 狗仔貓仔互相追來追去 跑來跑去咬自己的尾 其實這些都是遊戲的一種 而通過這些遊戲可以幫助他們理解 什麼是暴獵 什麼是實戰 而我們亦都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遊戲 去了解到一些我們根本上不可能做到的事 例如玩SimCity 整個城市任你沒有 玩賽車遊戲 可以讓你合法超速駕駛 再加上近幾年的VR技術 你甚至乎可以伸臨其境地 去打喪屍 駕槍嵌油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亦都可以學到大量的知識 所以說遊戲是最佳的學習手段 真的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有空打下機 亦都是一件好事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擁有全新的思維 娛樂力的第二個體驗就是幽默感 幽默其實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形式 懂得開玩笑 而又不會得罪人的人 由古至今都被認為是聰明人 多些去用幽默的態度處事 說笑是可以開發到我們的幼老 而最後一點 笑亦都是同樣重要 一直以來 哄人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由以前那個 一說到做戲的人 就會說戲子無情那個時代 慢慢過渡到對明星的追捧 對娛樂事業的渴求 覺得這些職業 是好像夢幻一樣的存在 其實亦都反映出 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 已經跟以前好不一樣 如果你具備搞笑的能力 娛樂到大家的能力 在未來一樣有無限的潛能 你不會期望 AI或機械人哄你笑 一類人類的特質 AI要追上你 都不是十年八年可以做到的事 OK 我們說最後一種能力 意義感 我想大家如果稍微了解過 雙央的人 你都會聽過他所寫的商君書 為何古代帝王 那麼喜歡 令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之下 為何要令他們為生活疲於奔命 因為當人們吃得飽 穿得暖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時間去思考 去想 但在現在的年代 雖然貧困和其他社會問題 依然存在 但大部份的國家 一早已經擺脫了真正的苦難 尤其是溫飽的苦難 所以在後物質主義時代 探尋生命的意義 就是我們這一代 或未來幾代的人類 他們最關心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未來 成為一個心靈導師 可以解答到什麼是幸福 什麼是人生 可以幫到人進步 其實也是一種很屈機的技能 作者有什麼建議給我們 他說我們應該要在生活之中 發現幸福 多些對身邊的人事物 心懷感激 以及表達謝意 多些去幫助其他人 令到自己的心態平靜一些 這樣可以幫助到我們 令到我們的幼老更活躍 探尋生命意義的議題 在這個頻道裡 已經有無數集說過 所以我不想再重複說太多的事情 其中一個我比較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就是它是用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去和我們去看未來的世界 因為這本書的作者 它被稱為是未來學家之一 因為這本書出版的年份是2006年 所以有一些例子已經過時 但是在整個過程的論證 和觀點 到現在依然對我們的未來 是有指導意義的 而且針對每一個能力 它也有舉很多的例子 教你怎樣去培養、去訓練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都幾實用 不知道對於現在的你 以上的六大能力 你又掌握了多少呢? 不知道聽完這本書之後 對未來的你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歡迎你在討論區留言告訴我 我們馬上去到上集評論的環節 主能夠主能夠 我只他能夠 我只夠主能大 我經過一切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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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哈哈冰獎大人Moon Sir說 那謝陳老師 今天發生了很多特別的事情 剛才去買東西又買到最後一件 然後上車 一打開APP 就見到你剛剛Upload了一條片 五分鐘 接著聽到一半的時候 就有一種平常你經常說的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宇宙就會安排給你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感謝你 是啊是啊 我都很喜歡那種會心一笑的感覺 有時甚至乎會有一種很窩心的感覺 袁袁說在旁邊的頻道 聽著你說劉比是個偉君子 一見到你出片馬上就過來看 下午出片真是好 多謝你兩邊都這麼支持 但我想說我是不是搶了我自己的收視率 即是我這個頻道搶了我另一個頻道的收視率 阿Dig說老陳你用心製作 我都用心的comment 你知不知道阿Jean Lee的爸爸 曾經跟他這樣說過 無論你做什麼都應該把心放下去做 哇 改變行家 我記得Jean Lee她以前在未做歌手之前 好像是做運動員 她在做運動員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很賣力的人 而她亦都將這種精神放在她的歌唱事業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很欣賞那些運動員 因為她的那種毅力和意志 在她是運動員的身份的時候 已經奠定在這裏 所以運動員如果她學了一定的商業知識 她做生意 你是可以相信她的 前提是她真的認識 不認識的話就不要搞了 士多比里1689就說 多謝你的分享 我喜歡聽書多過看書 父親節快樂 多謝你 Jerry就說 多謝陳老師的分享 Rachel她說 非常之有用的一本書 Scarlett說 Thank you Shane就說 很喜歡逐步的感覺 是啊是啊 其實無論什麼都好 賺錢也好 身心靈的進步也好 我覺得慢慢進步 其實都是一件幾開心的事 Manning就說 陳老師你講書 講得很好聽 多謝你 哈姨就說 洗錢的速度 慢過流入的速度 都對的 Grace說 好書 多謝你 Love for Loey就說 不如開一個 Bad Time Story 系列 我也想聽Mario Yoshi版 應該會很有趣 到時三歲到八十歲 都聽完你做節目 那麼緊要 我需要不需要拍YoutubeKid 都好 都是一個好的出路 但是我的故事 經常都PG加獎指引 會不會被人投訴 Kerry說 多謝你的分享 請問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一些跟教育有關的書 我覺得在香港做老師 真的很辛苦 唉 明白的 那種如僅在喉的感覺 就如同在講故事 在講一本書的時候 你永遠都會有一些 不能觸碰的地方 雖然我真的不是從事 一些傳統的教育工作 但我很明白一件事 他的感受是什麼 雖然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 去評論教育界 但我自己就認為 我們是一個讀書人 無論我們教哪科 我們其實都是一個讀書人 讀書人是要有腰骨的 讀書人是要有理想的 讀書人是不能為財苦獻味的 我覺得無論這個世界 變成怎樣都好 這幾點始終都是我的原則 很多外在的因素 我們改變不了 但我們至少可以確保 我們內心是一片淨土 此路不通 我們未用其他方式 去為我們的專業 為我們的社會作貢獻 唉 真是不好意思 可能我忍不住 發表自己的遺論 好 遲些 如果我看哪些 跟教育有關的書 我覺得幾好 都分享給大家 好開心 好多謝有教育工作者 認同我 因為在世人的眼中 我從來都是那些離經半道的人 現在的風氣不喜歡我們 我們就去寫詩 不喜歡我們說那麼多話 我們就去唱歌 我們怎麼都可以找到一種方式 去表達到自己內心真正的自我 是不是 Sorry 又不斷地輸出我的價值觀 阿輝記說 簡單的道理要實行 其實很難 是難的 要不要試一下 Dialia就說 不是說笑 不是吹嘴 試過在沙灘赤腳坐在露營椅 就可以聽你的冥想引渡 有空研究一下整條步行冥想引渡 讓我們可以多些練習活在當下 好的好的好的 讓我研究一下有沒有跑步冥想 Jason 說 的確是 我除了在這裡留言之外 其他地方完全不會很開心 簡直有一種被寵愛的感覺 咦 過了父親節果然不一樣 竟然換了一張大頭貼 原來阿呆的爹地媽咪是這樣的樣子 我真是第一次見 Kongsam Kongsam 說 有一天 Mario 和碧姬公主去取西京 要去匯合Luigi 和Kuba Luigi 去了修煉水之呼吸 而Kuba 去了同腹理念 一起考一級魔法師考試 途中就遇到多拉A夢 不見了棟徐衣門 要陪她集齊七粒龍珠 召喚神龍幫手找 好題材啊 好題材 今晚就講這個故事 多謝你 多謝你 閒話奇門就說 會不會考慮支付利息給你女女的金幣 好 可以試試 現在我和她的關係都很糟糕 我每晚睡覺前會給她五個金幣 她就要拿金幣來換故事 那些長篇的故事就兩個金幣 短篇的故事就一個金幣 如果要開電話來聽歌 就要給一個銀幣 我和她不講感情 我們講錢 小小問我 我想問問問你 你特意用左手的時候 有沒有特意用左腳 我昨天看到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很認真地思考 其實我很少用左腳 對呀 真的 不行 我現在開始要練左腳才行 因為我很少踢球 我沒有什麼機會特意用左腳 腳步運動是少的 但其實我是有意識地去做的 例如有些小朋友在遠處繞球時 我都會用左腳踢給她 但我是真的少用的 你真的提醒我 以後要刻意用多些左腳才行 阿迪說 讓我看看你怎樣表現 哈哈 我昨天下午還出了一個post 那句說話其實不是我說的 是沒有志雄說的 他說心理健康是需要付出代價 而一個常見的代價 就是我不再是眾人口碑中的好人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共鳴 我會讀大家的留言 KK說 我們不需要活在其他人的眼中 死在其他人的嘴裡 陳老師的價值 又陳老師自己去斷定 就算一百個觀眾裡面 有四十個批評你 亦都希望你可以看到 還有六十個人默默地支持你 很開心 多謝KK Marina就說 不朝人暨是容財 證明你不是容財 你應該高映得不得了 哇 好正啊 這碗雞湯 讓我鼓一聲喝了它 多謝Marina Healing就說 沒有人可以幫到人定義好壞 做自己就沒問題 不要委屈自己 喜歡你的channel 你加油 收到了 Joey說自己心中快樂就行 每個人心中的好壞都不同 不需要理會 Yeah Lina就說 口碑中的好人 很難做到 千百個不同的觀點 有什麼可能會適合他們呢 都是忠於自己的內心最快樂 這句話跟Gurlama Tata一樣 簡直自理名言 Marina說 曹操都有知心好友 好人不好人 話之他 說個秘密給你 其實我也挺喜歡曹操 還有 司馬爾我也很喜歡 一看我這些人 應該是個奸神 這些人 DiaLina就說 陳老師有xd 我現在覺得你整個channel 那些插畫都很有feel 那些插畫 我是在一個app裡面 自己產生出來的 所以是app厲害 阿Moon說 做自己最誠實 開窗就說 世俗 瑜伽思想 是不是阻礙我們得到健康的機會呢 一半半 凡事也有兩面的 我們的一些習俗 或者甚至乎是瑜伽思想 他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他会有被帝王利用的部分 亦有一些对世界不太透切的理解 但不代表他每一句都错 其实我都喜欢 这些古人的智慧 我其实都觉得对现在的人挺有参考的价值 不合时宜 甚至对我们现在自由的枷锁 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要吊气或重新去解读 Rachel说被讨厌的勇气 是的 法花癫就说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 努力地活出本来的你 通常说自己不是好人的人 其实多数都是好人来的 加油 多谢你把我内心里的潜台迟改出来 其实我只是想大家赞我是好人 Rosa就说我都觉得是 当自己接受其实我都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那就没有什么接受不了自己 我经常都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八婆 但勉强来说都是一个有我的八婆 这些八婆才是正的 KY就说这个代价值得 哈燕就说没有人是百分百好人 我觉得你OK 加油 CHIbeast就说那构图很出色 多谢APP 多谢APP Superwinner Jovian就说 所谓的好人坏人 其实都是极度主观的 你可以做尽好事 但别人认为你在做坏事 而定义你是坏人 别人见到的你只不过是他的投射 而你对对方的反应 只是你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所言甚是 所言甚是 王子森就说 喂 但个个都说成老师好人 来来来快点告诉他 究竟有谁在这里赞我 Carmen 说 喂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是一个好人来的 但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好人来的 Viu 说其他人如何看待我 是他的课题 我如何看待其他人是我的课题 顾好自己的功课已经不容易 其他就由得他 对 区分好 我的事 你的事 和老天爷的事 那我们的烦恼其实消失了一大半 Wandom Jobs 说 好人首要的是自己得到开心快乐 某程度上 帮人本身就是利人选己 而比这件事更差的是选人不利己 我觉得帮人也好 爱其他人也好 如果你不能够令到你内心的爱 对你自己的爱是填满的 是饱满的 是满到捨的 你是很难真正地爱到其他人 帮到其他人的 所以认同 这个都是我们一生的议题 照顾自己的感受的确很重要 KT就说 我经常和朋友解释 什么叫客观科学精神 我说客观科学精神就是 如果所有的独立观测 和实验证据都显示我是一个仆街 我就要客观地对自己诚实 承认自己是一个仆街 绝对不可以给自己的主观情感 和意愿去左右我认知客观事实的真相 当然为了保护自己 对其他人可以否认可以偽装 但绝对不可以欺骗自己 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 但结果发现 原来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是英俊 我都一样 但原来他们是要幻想着一个虚假的自己 是英俊俊俊的自我形象 才可以面对到每日的人生 说得很好 真的 对自己诚实 绝对是我们在自我觉察和自我修行这条道路上 第一步要做到的事情 当你做到对自己诚实之后 其实你对这个世界 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看不过眼和执着 KT真的说得很好 Charlotte说 首师 一个星期没听见你出了那么多影片 都听不下了 听到你读我的留言 真的很开心 见到你现在那么多人留言给你 我也很开心 他说我真的试过 买的套套赚了600 水喉立即流水又做了600 很难得存到够钱 厕所又真的每次都流水 流水整身还要慢慢声 慢慢来 处理一下自己和金钱的关系 看看可不可以和他做到friend 可能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一把声音 其实是在赶走金钱都不出奇 对不对 不过不要逼自己 不要批判自己 慢慢来 慢慢和他相处 终有一天你会感化他 你会超度他的 小刚刚就说 傍我欺我欲我笑我 欺我欠我骗我 忍他让他 忍他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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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他 出圣球就说 手动like你的影片 好了 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影片 按下锁锁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掌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对我们 明天会再见 拜拜